把他人格先把他抹掉 从到现在没有任何一则是经过查 陈宗燕短暂在政院开记者会 内容不是宣布政策 而是回应立委跟媒体报导说 他之前曾带小姐出场 这我觉得很痛心 台湾的这个政治不应该 运络到这种程度 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处理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陈宗燕极力否认 不过只是延烧 立委陈宗燕甚至出示相关证据 只陈宗燕和曾被判妨碍放话罪的 酒店业者王孝伟果从盛蜜 多次跟豆哥的联系 到店内怎么消费 或者是出场小姐出场 陈宗燕长期都有接受 这个业者招待的这个漏息 从立委提供的赖截图中可以发现 上段是试听歌唱场 变更工程 下来表示陈宗燕说 小云有空吗 传出检方监听王孝伟手机时 常听到王孝伟常与一支0921开头的手机主人 有暧昧的对话 除了以同学称呼对方 还相约在酒店楼下 有趣的酒店经理曾询问 带出场小姐费用怎么算时 王孝伟还说 咖啡钱算成懂 而这位0921同学 与王孝伟是数次这样交谈 市议员到市政府的服务 从未被这个检调约坛征班调成 我都一直在谨守 对依法处理的分纪 那这是我从事公子对自我的要求 喂 请问你是陈先生吗 喂 请问哪里 喂 请问你是陈先生吗 请问你哪里 我这边是台北市议会 我在网路上看到你们的那个 你的那个电话被放在网路上 请问你是陈宗彦吗 你们这样子有点 没有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电话被放在网路上 今天陈宛会开 记者会说你有接受那个 以前接受过那个 那个姓招待 所以我们就想说 看看这是不是你的电话 打电话过来 因为你的电话现在被放在网路上面 然后是0921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不应该是如此啊 可是那好啊 因为他已经有做过说明 是哦 谢谢你 所以所以所以 所以你有做过那个姓招待吗 当然是没有啊 没有 所以这是这是假的事情吗 他们都没有来问我 哦 没有人来问你 记者都没有问你吗 所以你 我觉得你 你 我就打电话来跟你问问看 我是徐晓鑫 哈喽你好 哦 你这样子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把这个许议员 不会啊 因为我们就是来查证看看 所以你是说你这个新闻全部都是假的 你没有做过那个 呃 你不认识 他就是人称豆哥的男子王孝伟 跟酒店小姐合照 他坐着 小姐站着 这气势不难看出他的分量跟地位 豆哥年轻时是酒店少爷 后来变成酒店老板 被爆出跟陈宗燕交情甚堵 两人的友谊 从这张照片 陈宗燕在台南担任官职的期间 开始的 包厂墙面 走廊都用大片的大理石装潢 还有水晶吊灯排场奢华 现在改名的招待所 以前就是豆哥入股的酒店天上人间 而陈宗燕遭报常态性的召计 徐晓星直播再加码 拿出20页左右的监听一文 资料中提到了陈董一次 就是陈宗燕的代号 2012年12月 他打电话给豆哥 称同学方便找个朋友吗 豆哥回 好我问一下状况 隔年1月豆哥又接了陈董的电话 问他要找朋友吗 双方谈话过程中 不时出现勾三秀六的酒店行话 好像是这么解读的 勾出厂三小时 性交易6000元 找朋友则是召集了暗语 甚至豆哥也曾帮陈董问酒店经济 一位被带出厂的公主 叫什么名字 那人叫做爱家 豆哥回没干嘛 就同学在问 确实去做 而不是这个表面做完就好 这个老板很累 累是累 但是会累得很快乐 陈宗燕被指担任台南市新闻处长 期间喝花酒 赖清德在市长任内 他也当过民政局长 当时他受访时曾说 在赖清德这老板底下工作 很累 皮要绷得很紧 而爆料性丑闻的立委说 当年的酒店业者设妨害风化 也因为跟陈宗燕有交情 案件不了了之 陈宗燕因为卷入成年花酒案 过去在台南的一言一行 也跟着被一一挖出 我必须说我今天拿到的这个东西 会有几个人有呢 会有几个人有 你想 就是这些当事人嘛 就是这些被告嘛 就什么王中伟啊 然后这些酒店的人 他们手上可能会有嘛 因为他们的律师 可以去跟法院申请嘛 再来什么呢 在法院 法院里面会有这些卷宗跟资料 再来还有什么呢 再来还有就是 检察官会有 承办检察官会有 我们的政府会有 国家机器会有 我相信国安单位也能够拿得到 所以今天在此时此刻 陈宗燕他做了这么久的 他做了这么久的发言人 他做了这么久的大官 十年前的东西到现在 为什么这时候被爆出来 理由我相信我个人认为非常简单 你敢动黄成国 我就敢动你陈宗燕 你动我的黄成国 我动你的陈宗燕啊 黄成国是蔡英文 是英系的大将的心腹 也是这种道上江湖兄弟同路人 你敢动黄成国 什么黄成国条款 你以为我们黄成国 你以为我们这个 这个英系是吃素的吗 我相信他们我自己个人的判断就是因为黄成国条款导致赖清德引火上升 所以现在是赖清德他好不容易想要做一点点正确的事情 可是民进党的整个脏水是完全往他身上泼 而且泼的还是真的直接碰到他子弟兵 陈宗燕之余赖清德可能是比林郡县还要更重要的子弟兵 陈宗燕弄完了下一个人是谁 我跟你讲下一个倒霉可能就林郡县 他自己心里一定有数 好这个事情呢我在2月18号的诗典才会跟大家讲 赖清德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 赖清德他认为他手上被掌握的内容还有哪一些 然后都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取得跟爆料 所以赖清德你身边的人已经很少了 你看监委与他们三个不算是赖清德的嫡系 可是跟赖清德还算关系不错 是被民进党如何斗争 再来波及有爆料的一个是什么 波及有爆料的是说有一个所谓的办公室主任还什么的被搜索了 再来呢陈宗燕竟然也挂了 再来下一个是谁 我其实跟林郡县委员很好 所以我也希望他一切都平安 可是我明天10点会讲 我不是说他做了什么办法的事情 我现在没有在指控林郡县有做办法的事情 但是我要讲的是 国家机器到底掌握了赖清德什么资料 让他觉得非常的忧心 好